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在最后五分钟 最后一盘天息了 在今天的1.25分之前 大家都认为完蛋了 台积电今天除夕秀很糟糕 但没有想到最后一盘 竟然快速拉升 来到606而天息 第三大惊奇是 面板昨天不是好惨吗 想不到尾盘面板极拉 包括友达群创 所有的面板骨都出现极拉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友达群创都亮灯涨平板 第四大惊奇是航运 航运在昨天有高有低 但在今天早盘都开了低盘 但画面上你可以看到 杨明也是尾盘上演 大惊奇出现极拉 几乎要拉到涨平板 大涨八个百分点 所以在今天台股上演的 四大惊奇怎么解读呢 刚才介绍来 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人分析师林有明 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苏维元 大家好 大家好 万博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星 大家好 大家好 资人分析师谢宗林 学姐好 大家好 邀请到资深分析师蔡正华 同学好 投资部门大家好 好 节目一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的事 我们刚才谈到大惊奇在今天 收在17390 短均线是失而复得 我们来看三大法然 三大法然土洋对作 卖超53.97亿 在这个部分外资卖了不少 外资在今天是卖了68亿 所以到底怎么看明天的盘 我记得我们昨天曾经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昨天盘中也是大惊奇 但昨天大惊奇是下沙的大惊奇 盘中期货瞬间击杀360点 当时我就问了我们在场所有的来宾 那如果只是因为结散而击杀 今天会不会还大盘公道 大家通通举圈 没有一个差 我印象很深刻 早上我看到美股下跌 台股开跌 我晓得共估了 今天大家通通共估了 想不到中场是上涨82点 所以我要问 明天还会续长吗 请举拍 好 我们昨天节目好厉害 还是你们 立日决策会议 你们有事先拿到内线消息呢 我们来看 现场是四票圈 一票差 一票在中间 来 卫元为什么给差 大家都给圈 对 因为其实端午节前 就跟大家报告说 其实我比较偏多看 可是到了今天 今天外资是空了四千多口的空单 然后把人 那四千多口空单很严重吗 我们请卫元来看 好 在今天我们先看外资好了 好不好 今天外资的买卖差 我们先看外资卖的 今天外资卖了什么呢 有卖友达 对 卖友达 可是他卖群创 这奇怪 不是 友达尾盘谁拉的 自营商 我今天就跟大家报告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 今天大家觉得说 外资很奇怪 去卖友达 去卖群创 搞不懂他在干嘛 可是今天有个特性是 外资针对友达群创跟彩晶 三档股票虽然动作不一样 可是自营商通通都是买 都买了大概一万张左右 所以代表明天可能 所以尾盘是自营商拉的 对 我记得call 这可能性蛮高的 所以代表明天短线可能 再开高一下 冲一下要小心自营商 他会先做下车的一个动作 这个我们菜总很厉害 昨天就说面板今天会反弹 对 那今天开高 明天如果再开高 就要稍微小心一下 好 我们来看外资在今天 到底卖什么 卖友达 长榮 万海 星光金 卖中红钢铁 中红钢 这两档钢铁股都卖了 卖了中信金 华兴跟华通 这里头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 好 我们看到的一个重要是 其实现阶段外资在所谓的 传产的一个部分 他也开始在做一个调节 那特别是航海王的部分 也是更明显 包含像长榮 包含像阳明等等 都在做万海的部分 都在做个调节 所以资金我认为短线上面 开始陆陆续续的往电子股做 好 那我就问两个问题了 来 我2409的友达 盘中走势的汉据KC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吉拉尾盘 外资站在卖方 你刚刚说是自营商的功劳 对不对 那以你来看明天还会续拉吗 就是明天开高 可是短线可能会留一个上营线 就是开高自营商就会跑 所以开高短线要卖 对 我认为要先卖一下 因为它的基本面报价没有上来 好 那我们再问第二个问题 刚刚竟然看到了外资 也卖了长榮 对不对 我们来看2603的长榮 我们现在来看盘中走势 长榮跟杨明一样 都是出现拉尾盘 虽然没有像杨明拉那么高 也涨不少 对不对 在昨天爆出百万张大量的长榮 在今天虽然量缩 仍然拉尾盘 那长榮呢 那长海王的部分 我认为说他们的基本面 其实我们都不用再讲 都是非常好 可是在基本面好的股票 就要回归到技术面去操作 也就是说当明天的行情 因为它长海王的问题就是 周转率都太高 不是当送率 周转率都大概百分之 160到170 所以每天的周转率都太高 短线上面等它拉回资埋 拉回再卖 所以我们当然也来问现场的来宾 第一个问题要问面板 面板在今天真的是上演大惊奇 面板还会续涨吗 请举牌 外资竟然把他们的目标价 从四十几块调到十几块 在今天大涨了 好 认为会续涨的 只有一票 郑豪为什么认为续涨 这个地方因为它是 我们讲过去来看的话 其他都可以擦或者放中间 因为我看过很多次 大幅调降 而且调降很破裂的价格 通常都 伺候来讲都低点 我看过好几次 外资调降的时候 所以你不太管外资的 因为这一次它跌幅 刚好又是算很深 对不对 然后在超低的情况下 出现第一根红棒 其实这第一根红棒 如果说 在这个地方的力道 跟左边对称的话 它不再跌破 其实盘久了以后 它近些慢慢会上来 我是用一个 比较长远的观点去看它 所以郑华认为 短线它是看好的 那现场其他来宾 是比较保守的 这是针对面板的部分 不过我们也来谈谈 那电子股到底 有没有机会呢 有名 好 我们现在来看 电子股我每天都看不见 对 今天带领大盘 当然因为整个美国 下跌的过程中 有几个工程 第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是面板 其实刚刚来宾 有特别提到 群创跟友达 其实今天面板 最强的是彩晶 彩晶是第一个动的 有6116来看一下 对 其实彩晶的 动的时间点 是比其他的股票来的更快 那你刚刚是给插 还是放中间 我放中间 为什么我等一下会去说明 我觉得它会长 它长得很慢 那今天最主要是 很慢啊 你有没有看一下 明天 明天之后 明天之后会长得很慢 对 我等一下会解释原因 那还有一点 就是说 因为三星罢工的一个关系 对 那台积电呢 它是填息 但它不是用秒来算 它用时间来算 它用小时来算 所以它没有秒填息 这一次有点跟以前 比较不一样 来宾也会分析 第三个 这个航运股 今天当然这个船 震得比较平稳了 但是也比较正常一点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你觉得有 姚明像算正常吗 至少你早上 如果以昨天亮的走势的话 今天早上 跌到这里的时候 我应该 吓唤很多小白 应该是吓唤很多小白 对 所以它 韦凡大价 你觉得蛮正常 我觉得蛮惊奇的 蛮惊奇的 明天不会有那么多惊奇的 那刚刚这个阿关 有特别提到长龙 昨天长龙大概是 一千四百一十八亿的 一个成交值 占大盘的百分之二十五 三大法人其实都是在卖 这个航运股 那今天我为什么说 它比较正常 因为它占大盘的一个比重 只占了十五% 十五%在以前是很夸张 但是现在已经变得 比较正常 现在不夸张 我们看过这个航运 占整个大盘六十几% 对 这是成交值的一个部分 在整体的来讲 各位给 各位做一个结论 当美金还有续涨能力的时候 比特币会跌 原物料其实短时间会休息 那因为美金上涨 所以台币已经连三扁了 台币连三扁的话 对电子是有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张资料 你看电子今天 整体来讲是强的 那这里面除了 你刚刚看到的一些 大型股以外 各位可以去看 IC设计今天有四档涨停 我们这边列三档 金相关我以前讲过 金鸿我讲过 九阳也讲过 另外还有一个 这个MCU的鸿康 也今天也涨停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通信的就是低轨卫星的 一个兆贺 然后再来加上 十英元件的经济 还有我讲过礼拜二讲过的 这个十英元件的加高 今天也涨停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对电子股 要怎么操作呢 我今天用一张 很简单的示意图 电子是这样 33%我们之前讲过 它是一个基本盘 对不对 那电子现在是超过基本盘 但是没有到 百分之五十的转强点 所以它基本上 还是在水面以下 水面以下会形成一个 什么特征 叫走马灯 就是你今天强的 明天可能就没那么强了 友达勤壮彩晶 很可能就是这样 那怎么去解释呢 这个时间点 你要操作低本益笔 而且是畅高的股票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爸爸妈妈生了很多小孩 对不对 但是家境很穷 所以这么多的小孩 谁可以出国念书 一定是最会读书的 当然是聪明的那个 一定是最聪明的那个 那在股票市场里面 就是畅高的股票 它吸收了所有的养分 所以你在畅高之后的洗盘 你把它切进去 那你就把它想成 这种股票就是六十块 阳明的概念 因为它低本一笔 而且它刚突破六十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机会 在冲一波 你想象空间就很大 对 所以你不要去做低基期 不是说低基期不好 在这个阶段里面的低基期 分不到养分 没有续航力 没有效率 选股的方向 你现在把创新高的股票 从我第一次 第一个节目里面 列三档 到现在已经快要变成 十六档的创新高 那这十六档创新高 我们就举例 我们之前讲过 3530的金像光号 你去看 它是受惠马斯克的一个投资 就是投靠光达 再加上CIS 第一季赚1.53 所以今天的涨停反 算起来本一笔是三十倍 我觉得三十倍有点高 但是我不是叫大家去空它 因为反走过必有痕迹 所以这种股票强 一定有强的道理 但是这种股票 你看到它还在继续涨的时候 你回过头 你去做低本一笔的 比如说我跟各位来讲的 3141的金鸿 对不对 你去看它今天的一个本一笔 算起来的话 大概连二十倍都不到 这个叫三十 这个不到二十 所以它今天涨停 就是一样的概念 所以各位可以发现 它卷值比是三十六% 登松比是五十七% 这种股票的融资 已经快用完了 所以非常有机会形成嘎空 那第二个就是 我在礼拜二跟各位讲的 加高今天也涨停 为什么呢 算起来它的本一笔 十三点八倍 如果以礼拜二来算 以今天的涨停板来讲的话 还不到十五倍 所以这种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它就是有人气 所以现阶段要操作的 爸爸妈妈现在没那么多钱 真最厉害 所以我们来看 创波段新高的个股 如果再加上法人连续买超 是不是应该要留意 其实他们这些股票 都是整理一段时间 可是法人都有买 最终他们还是喷出 包含像强帽台表科 林森 欣欣 云泰跟红素 这六档个股 其实有一个共通的特性 跟美国解封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说 美国解封是有仿制吗 不是 还有所谓的3C的消费性产品 跟这个所谓的汽车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下一张的部分 那其实这一块的部分 我们现在怎么样来做一个选股的方向 我给各位一个教学 我抓了最近三十天 涨幅排名前五名的 最强的 全市场最强的五档股票 很多都是航海王 好 这一个月到底最最厉害了 宅佩通万海台湾 立台思维行 这就是这个月最厉害的 最强的五档股票 那我们注意 翟佩通就被绑出来 这个他要放出来 他要解禁 要放出来 所以大家去特别注意一下 那其实这些强的股票 有三个共通的特性 从技术面去看 有哪三个共通的特性 就是第一个 站上布林轨道的上远 这条线的上面 它代表是一个多方强势的表态 第二个趋势翻多 因为我们要有一句话叫做 长线保护短线 所以它是一个中长线的翻多 第三个 乖离要拉大 什么叫乖离拉大 代表人气已经进来 因为如果股票没有量的话 其实是没有人气 乖离拉大代表 现阶段的成交量 已经开始出来 那我们看到 这五档股票 其实涨幅都一倍 像这个138% 万海120% 对 台花118% 对 118% 然后今天立台还涨停 立台 对 涨停已经应该就100% 这一个月涨了8成4 对 所以这些股票 当然非常强 可是去追一定有风险 我先讲一定有风险 所以不要去做一个 过度追高的动作 反而去找什么 像之前他们刚刚准备 像这些航运股 要发动的这些 这些股票的一个 标准的模式 像红硕部分 它是站上 布林轨道上缘 然后趋势也是翻多 而且它是刚刚翻多部分 乖离也出现一个拉大部分 代表短线上面的一个 中短长期的一个资金跟趋势 已经开始出一个流露的一个动作 那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题材在哪里 题材有两个 这个是我去参加 它的法说 这是你啊 对 这是我 然后看起来 看起来应该是同一个人 它的题材有两个 第一个是特斯拉的一个 充电桩的最大的供应商 然后我们直接来讲 这四档都是连接线的股票 那当中最强的 像郑威 红制 两尾 其实都没有符合 我刚刚讲的三个条件 没有站上布林空方趋势 红制也没有 两尾也没有 它也是空方趋势 怪力缩小 可是红色的部分 已经有站上布林线 趋势翻多 跟怪力拉大部分 所以这档股票的话 我认为是目前连接线 最强的一张股票 大家可以留意吗 不过刚刚我们看到万汉 也是包括台华 在航运股里头 动辄就创新高 所以我们刚谈到了一个观念 这个盘我们要追强事故 问题是航海王实在强到太强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现场 也特别问了 如果今天有震荡走低 要买呢 还是这是一个起跌点 反而应该卖呢 结果现场也是通通都说 给圈 要买 果然在今天拉了围盘 所以我们来问航运 航运在今天 金益大齐航 明天的盘怎么看呢 请举拍 我们看到在今天就比较分歧了 在今天是两票圈 郑华和昌星圈 但是有三票在中间 威元给了差 来 郑华为什么给圈 在今天只有两个人给圈 其中一个就是你 对 这个航运股 那当然它的热度是这样子 很多人喜欢用这个 我们说普遍来讲 用航运股跟电子股 有成交比重嘛 对不对 可是其实有一种状况 是会出现的 就是说 当两边的量都同时增加的时候 它的比例虽然不变 可是资金会增加 有一种情形是怎么样呢 喜欢坐航运的人 因为吃习惯麻辣锅 他实在是不能够忍受那种 要等很久才会上来的感觉 他不会走的 所以今天来讲 我们看到这个状态明显 你看像包括长龙 包括杨明 虽然是尾盘才拉 但盘中呢 它周边已经开始动了 包括你看到像智信 小航运 小航运已经先动了 这一群智信他不愿意离开 他就在这个地方找周边的 包括像什么 有一些散装 兼有补涨 还有包括像一些货运承染业者 今天也在这边拉动 所以这个情形就是说 明天在这个情况下 在今天已经惊魂大致底定了 对不对 明天就很有可能 顺这个趋势再攻一段 但是不见得这么强 那么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我这样认为 我们来看下一个 其实长龙这个股票 我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个秘密 但是我来这边跟周边讲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长龙有个股期货 事实上个股期货在我们台湾 已经行之有年了 但是过去来讲 不曾这么宏过 因为有个股期货以来 大部分的个股都非常的闷 它都是全脂股 可是今年有了长龙 不一样 这个期货你看它非常的强 那我现在告诉各位 这是长龙期货 长龙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期货 这是长龙 我们来今天大家讲一个观念 基本观念 长龙期货 它一口的保证金是四万八 一口就等于两张 我们就这种概念 所以你看 以它这一百多块来讲 它只要四万八 它等于是融资 再融资 就是非常高的杠杆 高杠杆 大家想一下 如果有一个人 也就是你一定听过 过去来讲 外资如果要大买全脂股 他会先买什么 台子期 先买期货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国内的大户 你知道接下来 有人要大买长龙 你要干嘛 先买长龙期 对不对 拉起来是不是赚更多 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杠杆比较高 我们看一下过去这几个日子以来 你看 这是在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长龙为什么会爆大量 大家看清楚 这一天四月二十一号 就是礼拜三 这一天它的结算日 隔天数报大量 是 新仓嘛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地方 这是五月十九号 对 这一天是长龙期的结算日 隔天数报大量 大家注意一下 差别在哪里 这一个报大量是黑K 建空单 这个报大量是什么 红K 建多单 所以在这里建了多单以后 他知道有人要拉大赚地比 到什么时候结算呢 就是昨天 就是昨天 是不是昨天 好 现在要继续讲 我讲得很激动 我第一次来嘛 我讲得很激动 时间不够 我还要讲快一点 所以大家一定很 我没有给你画圈 好 继续 大家一定很想知道 这一次这群高人 到底是建多单的空单 对不对 对 我先稍微再把时光倒回一下 当时他们在建空单的时候 大家看清楚 一度创高对不对 对 还是给你杀到断头 为什么会跌四根你知道吗 因为你看 空单在这边对不对 你过高了 如果要让空单赚钱 就是要破这个点嘛 刚刚好杀到这边止跌 好准 没事啊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大家想说 那糟了 这一根是黑黑 对 又留了上影线 我帮大家看一下 看下一张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 这就是常常期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在这一根上影线的前一天 人家先出手了 人家买了 所以我认为这一次的七月期 会特别不一样 我们该回到上一张 所以会怎样 因为它的成本呢 大部分都建在这里 所以目前来看呢 多方小胜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认为 今天的这个拉尾盘的动作 是已经在帮要护航了 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多 未来有可能是在这边 组一个平台 然后呢 接下来的走势 也许不会像这一段这么强 可是还是可以维持一个 向上的动作 那会像这一段这样子吗 这样我们也可以接受啊 这个机会蛮高的 真的啊 对这个机会蛮高的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它这边有打一个平台对不对 大概四五天 这个四五天的时间把 一些短线的指标修正一下 筹码洗一下 对 稍微洗一下 而且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很可能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飞长龙跟飞万海 它用杨明来做侧翼的攻击 杨明啊 来 2609的杨明来讲 这种状况也是有可能的 杨明做侧翼攻击 你意思说 可能这个波段的标股是杨明 对 因为它这次刚从平台上来 对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变数 因为航运股是个大航海时代嘛 它另外还有很多的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几张 好 我们来看整个航运股的 好 那这个地方也可以从 什么地方走呢 比方说我们看到万海嘛 它这边有量缩了 可是因为它涨幅短线过大 对不对 可是大家仔细看一下 虽然说它那边出量了 还比不上它当时 被分盘交易之前的量 所以它这个我认为是量缩指纹 那严格来讲这些股票 对它还没有结束 那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大家可能往台华 这些货柜承软业者去找 那相对来讲 台华已经涨到这里了 再加上就是说 市场上有在反映 它持有扬名 可是事实上 在货柜承软业者当中 还有另外一档股票 本业是非常好的 这杰讯2643这档股票 大家看一下 今天涨第一根 所以目前来讲 还在百元以下 这是有机会在这边做一个 所谓的 不能说是比价 但是有机会来做一个补涨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 就是在散装的部分 四维行 对 散装的部分的话 四维行这次非常的强 惠杨今天在这边整理到尾端 看有没有机会做发动 说整包你就给我一支就好了 航运股你就看好谁 航运股测翼的话 我认为这个有机会补涨 2643的捷讯有机会补涨 对 那如果说在 那如果喜欢 散装的部分我要看一下BTS数 有没有机会跟上 好 那但是你刚刚也说 杨明有机会 我那时候有机会 杨明跟杰讯可以留意 对 我讲一个观念 小白听到这里就好了 他不会再听其他的 紧接着 在今天盘面 我们刚才谈到 上野大惊奇的 还包括台积电 当然要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这个除息秀 怎么解读呢 这个大惊奇 到底是谁 把台积电最后一盘 拉到田席呢 我们来看 尾盘吉拉完封 对 没错 有人出来做救援投手 今天当天就填席了 这是不是大惊奇 基本上是大惊奇 那其实 因为台积电它是属于 最大的全职股 最大的全职股 昨天美股大跌的话 它早盘开盘 跌很正常 但是呢 我们来看盘总走失 这个不太清楚 我们请加时敲盘总走失 就会非常明显 对 这一盘拉起来 这一盘长这样 对 但是应该这么讲 就是它早盘在那边 洗… 后面为什么 为什么开始慢慢走 因为早盘的时候 有多少人唱衰它 你知道吗 对 但是我说真的 今天有一个讯息 可能大家不知道 台积电的第三季的带工价 它可能准备要调涨了 也就是之前 大家想说 可能不会抬带工价 它也说它不会调 但是第三季 基本上它可能就要调了 那要调的话 基本上就跑上来 那跑上来 我们现在要跟大家讲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这谁拉的 今天外资投信 偷在买 法人全部都在买 所以买最多的是那个美龄 所以也就是就今天部分 法人基本上 全部都在买方 那都在买方的话 填席基本上是 去通入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什么样的国会填席 成长股才会填席 没有成长股是不会填席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积电 以前是短则一天 我们被称为秒填席 长则十五天 十三天 今天在大家都看 所以情况之下 人家今天是一天 对 也就是 反正它就是可以填席而对的 也就是 不够厉害 它就是成长股 那是成长股的话 它现在是不是要准备 去日本设常对不对 那日本设常 其实我们先看这个好了 你看过去秒填席的 比如像那万润 这我们讲过 先进制成的COAS 对不对 他们要填席再来怎么样 再来展个锅 建核心也是一样 也就是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成长股 它电动车的充电桩 也就是成长股 基本上它才会填席 然后后面涨一段 所以如果说 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台电现在要去日本设常 而且在雄本 他去雄本这个讯息一出来 其实那个三菱电机已经说 我的工地半导体 要去那边投产了 好 所以我们回来看新闻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到底台电发行什么事情 在今天法人尾牌上演惊奇秀 日本媒体说了 三菱电机要找台积电代工 功率半导体 对 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今天又有个讯息说 台积电为什么去日本呢 都跟日本有关 对 日本官员说 因为某一家日器他才来的 到底谁吸引了台积电 到日本设厂呢 这家公司 一米等 我也看过了 一米等 不知道什么公司 应该是很厉害 日本官员 还是高级官员的 不是D级的 高级官员说 如果没有这家公司 台积电就不会来日本 对 我们先讲这个 公立半导体是什么东西好了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这个里面就是公立半导体 就是手机里面的充电 充那个豆腐头 就这个头叫做公务 这个头里面有几颗黑黑的 那可以打开吗 不行啊 你把它敲开的话 里面就是黑黑 那个就是公立半导体 敲开你又叫我赔啊 我不要 简单讲就好 就是台电到你家的那个插头 出来的电就要交流电 我们是说这一两千块 叫我不要敲啊 对 但是交流电 要怎么变直流电 你的什么手机啊 平板电脑电视 都是用直流电 交流电要怎么变直流电 就是需要公立半导体 去转换它 转换它会变热 对不对 甚至有一些耗能会消耗掉 如何让它不变热 甚至于你家里电 可能是100V 200V 你的电动车是900V 你怎么样让这些高压的东西 变成那个系统是可以用的 所以就是需要公立半导体 那这个东西 这个需要高阶制程 还是中阶制程 还是低阶制程 中阶制程都可以了 也就是16奈米左右 基本上都可以做的 那不一定要我们台积电啊 但是台积电后面发展是什么 它要发展的是3D封装 什么叫3D封装 我晶片要堆叠对不对 晶片堆叠 对 需要一些材料 材料日本做最好 这个EBIDEN是做什么的 做3D封装那个宅板 那也就是像这些 这些公司很厉害了吗 对 这些公司都是什么 其实日本 它叫伊斐电 对EBIDEN 所以日本虽然说没有晶片代工厂 但是它的材料做得非常好 因为是在3D封装 我们讲简单一点就好了 我晶片要堆叠对不对 对 我堆叠 我是不是我上面的晶片 要跟下面的晶片沟通 你不能说我堆上去 你也开那个晶片 你是像我老板你 你要跟它沟通 当然 对 沟通的话需要一些什么 系终界版 那个系是那个 一个石头一个夕阳的系 系终界版 那个我们知道 对 现在可能是需要系 那这些东西谁做最好 日本做最好 所以这些公司合起来怎么样 找台店一起去 我们发展什么 发展3DIC封装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那三菱电工找到去 三菱电工就是做公立半导体的 其实公立半导体 这个你不要想说这个 没什么好 小的我们刚讲 这个是什么手机 笔电的充电 对不对 充电头 那大的是什么 大的比如说像那个现在的 什么磁浮列车什么的 磁浮列车 像美国现在要做对不对 美国现在要做磁浮列车 你知道它现在那个 内华达州做测试 像这个真控管里面 然后在那边做测试 对不对 这个速度那么快 500公尺它15秒就到了 如果电压不够稳定的话 会怎么样 会出事嘛 会出事 那你需要什么 你就需要很稳定的什么 很稳定的电压 这个东西需要什么 就是需要这个 可能第三代的光临半导体 需要这个东西 甚至于三菱天宫 这个光临半导体 日本上的四占20% 三菱天宫基本上 它是四占最大的 那其实如果说 以我们那个 我们的航站的部分 比如说淘气的部分 以淘气的部分说真的 那个什么显示系统 是 显示系统 然后那个什么电梯 或者说你家什么厨师机 冷气什么的 基本上都有什么 基本上都有三菱天宫的原因 好 所以台积电呢 在今天力度不断 第二个呢 在今天秒天息 因为最后五分钟 对 秒天息 我们要来问 第一个先问台积电 好 之前有参加 除夕的继续抱着吗 继续抱着 那没有参加除夕的可以买吗 可以买 讲完了 没有 它是可以买的 但是我相信它比较牛皮 那比较牛皮的话你可以找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 三菱封装对不对 是 三菱封装 我们刚刚是不是讲Ebitum Ebitum做的东西 基本上就是 星星做的东西跟它一样 这单拜告五共 给它创新高 所以这个趋势是不对的 是对的 如果说创新高 你没有买的话的话 没关系 三菱封装 为什么留意它 因为在三菱封装里面 其实我代工跟封装 我是自己来 但是中间有一块是什么 测试 测试台积电都给谁做 都给它做 想要都给它做 因为台积电持股是11% 它如果不好的话 是11%指公司 它如果不好的话 台积电也不好 因为要认电营收 然后先进制程独家测试 就是只有它测试的 去年6.3 今年差不多8.5以上 它5月营收公布 这些公司有没有 5月营收公布不怎么样 但是公布完隔天开始了 开始拉为什么 因为苹果单6月开始加温 6月会不错 6月开始会好 7到10月全部都是满的 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了 第三代工业办法对不对 台电也有要做 给谁做 请他帮忙弄 当然因为今年有疫情的关系 这个延到什么 延到明年 也就是说什么 为什么大家明年会很好 因为明年有这个东西 然后不只投信再争识 投信今天大买 外资也大买 所以像这个股票就是 未来展望很好 可以台电的关系 然后法人目前都带大买来公司 所以这些股票基本上可以留意 当然也要来问台积电 好多人关心台积电 有参加台积电出席的投资人 这个时候继续报着吗 请举牌 认为继续报着给圈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认为是不是要继续报呢 有五票圈 一票在中间 蔡总在中间 第二个 如果没有参加出席的 今天拉了尾盘之后 六百以上的台积电 是好买点吗 还是我还是要等到五字头 真的到五字头你又不买 好来 我们来问 来到六字头台积电 可不可以买呢 六百多一点点 今天是六零六 这个位置是不是好买点 我们来看到有两票认为是好买点 四票认为不要买 五百几个人不买 现在这么问 好 我们回来谈航运 航运原来是人气强强棍 西津怪兽 长龙昨天报了百万张巨量 有人说 昨天长龙的百万张有猫腻 什么猫腻 好 两个阴谋一个关键 我们看第一个阴谋的话 就说这个要避开锦市 如果再长的话要被关锦 对 我们证交所的规定 十个营业日有六天列为注意骨的话 就分盘来处置 那很奇怪 今年阳明涨了三百多% 阳明一共四次的处置 其中有两次还二十分钟的一个分盘 然后万海也有 但是长龙的那个阻力好厉害 这个超重置如 他昨天 快要被处置的时候 赶快把他压下来 对 昨天爆一百零一万张的天亮 然后给你杀下来 没有处置 那没问题了 第二个 他没的话呢 是怎么样 那个船上的水鬼太多了 当冲的太多了 散户做农资的太多 给他申一下 对 我们来看一下长龙 看农资 你看是不是昨天 昨天农资减那么多 减了四万多张 减那么多 对 你看这一阵子来最多 近期来最大的农资减幅 然后有一个关键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先看一下对岸的中原海控 好 我们来看中原海控 中原海控昨天是大跌5% 今天涨9.6% 为什么 因为中原海控昨天也怕被关紧闭吗 不是 它要避开 它要避开联准会 历历决策的不确定因素 今天凌晨公布 转为鹰派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结果美银证券就上调了中原海控 因为它A股 H股都有 它是调高H股的 目标价从10.7 调高到24块的港元 大幅调升124% 所以这是全世界都看好了 所以中原海控今天涨上去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人家那个高级的超盘手 是看全世界的 人家想这个联准会最好避开一下 好 利率决策会议的点阵图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点阵图 我们知道联准会有投票权的 有18位的官员 每一个点就是代表一个官员 他对利率的期待 那2021年不用讲 那就是都没有生息 不可能 2020年 2022就明年 1234567 七位认为会生息 但是七位没有过半 对 那就没顺着 2023年 结果有 这个一共数起来 有11位认为利率要调升 所以2023年 生息的可能性最高 至少一次两次 至少要生两次 或者三次 所以这就变数 但是2023还很久 不用管它 但是提前可能 那个明年的股市就有变化 明年股市也很久 我们只管明年 我们不管 但是对那个 同志也说 我哪有可能 灌到每年的事情 因为这个是变数 所以就要避开 这个很重要的 但是我们话说回来 现在的这个涨势 向外扩散 我们看今天的散装轮 玉民 四卫航 郑德 或者霍兰的部分 中卫航 台华 荣运都很好 我们来看一个资料 我们一直讲 那个深圳的延天港 塞卡塞港 结果延天港港区 通知所有的尊敬的客户 他说现在作业 大幅下降到70% 然后他们预计 六月底 最快六月底 还有两个礼拜 才可以恢复 正常的作业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个通知就告诉我们 印价还要涨 印价不是只有货柜涨 你后面的全部都塞住 包括了货运也塞住了 所以涨是啪 开始向外的扩散 那这时候到底航运股里头买谁 我问要不要买 我问的是买谁 对 我觉得短线 要稍微注意 应该是比较偏重于散装轮 为什么 货柜轮的涨价 你都知道 对 但是BDI指数 这个散装轮的印价 这样突然串升 你有点意外 那股票已经涨那个意外 意外的 所以我们看 2615的这个万海 我觉得短线要稍微注意 万海可能不见得再冲 为什么你看 万海打筹码战 在关紧闭的前一天 跟关完紧闭的后一天 这两天涨停 但是现在又停顿了 这个就是筹码集中的时候 它容易操盘 但是它没有关完紧闭 直接喷出 所以我觉得货柜轮整个会被 万海给压住 短线会压住 那18号盘后 那个台湾50的成分不是剩效吗 是 剩效嘛 所以要注意到那个现象 但是我们看一下散装轮的话 2606的育民 因为它反映的是现货 育民今天的涨幅 是在散装轮比较强的 但是散装轮还有低价股票 那个低价股票 那个已经形成了一个筹码战 所以我觉得短线出于散装了 好 所以我们要来问 我们不问要不要买航运 反正爱航运的人 就是爱航运 你叫他不要买他觉得很难 所以我们来问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要 卖货柜买散装呢 在航运股的操作策略 要不要做改变 是不是应该卖货柜 换散装呢 请举牌 认为是的 请给圈 看到有四票圈 有名给插 振华放中间 好 我们几届来谈谈油价 最近油价一直在涨 FED我们还是谈 昨天非常重要的 FED利率决策会议 2023可能会升息 刚刚谈过了 那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开始出现 鹰派的言论呢 因为有高通膨预期 才会有鹰派言论 那高通膨的始作雍者 有没有可能 跟原油息息相关呢 因为现在原油持续在涨 那原油一涨呢 太阳呢 马上又有题材了 是 我想 不要说是始作雍者 就是原油 所以我们看到 昨天有新闻嘛 对不对 鸿海要这个私募 参加私募的塑合 今天怎么样 开展庭直接被刷下来 所以回归到一个 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太阳人在这边 有没有真正的营收进来 我跟各位讲 其实还没有 它已经说是比去年差 所以今天 塑合这些是涨什么 是涨消息面 但是能不能够 真的赚钱 我觉得要看原油的需求 好 所以我们来看到 在今天太阳能概念股呢 鸿海入股的塑合 在今天继续涨 中美金也涨 但达能是跌的 对 安吉 联合再生 贸敌都没有太突出的表现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观察的是 我觉得是 太阳能这边可能就是 短线有航行 可是接下来 它等于是落后补涨的部分 因此我觉得 第一个先观察的是说 我们刚才讲到原油 原油如果持续创高 那这边太阳能 后续应该就有机会 那原油会不会创高呢 不是我说了算 谁说了算 EIA EIA是谁 美国的能源协会 能源协会告诉你 库存多还是少 各位这每个礼拜三公布一次 昨天的库存是怎么样 大幅怎么样 大幅的什么 大幅的减少 那库存大幅的减少 就表现怎么样 油价会涨 没库存所以会涨 所以回到我一开始讲说 油价高点在哪里加 110几 这前面还有130几的 现在在哪里 看来好像涨很多对不对 不对 是因为机期很低 去年还有负 然后现在算什么 70 所以高盛预估油价 今年上80 我觉得也不会太多分 反正这个礼拜天 一定要去加油就对 对 要先加 要不然会去价 好 那我们来看 新能源的压制曲线是什么 对 这个就非常有趣 跟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叫新能源压制 就是说假设我今天要用一个 旧能源跟新能源 比如旧能源是传统的发电 新能源是这个所谓 我们看到太阳能发电 绿能 那蓝色这条线是 所有的人都要用的能量 所有的电量在这边 但是发电的是什么 发电是在白天发电 所以大家看到 太阳能的部分是在这边 所以太阳能发电的最高的时候 是在中午到下午的这段时间 所以所有人用电扣掉 这个太阳能发电的部分 就会有一个什么 就会有一个缺口出来 我们说一串一串 有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缺乏最多 为什么 因为晚上的时候 太阳能没有办法发电 可是这里的用电量越来越多 人家说 在这个部分 如果说往后面一直推迟 像现在是不是越来越晚睡 所以这个压头会越来越高 压头越来越高 所以这边就会有一些什么 供给不足 但是需求产生 好 那怎么解决问题 不是把太阳能的产量变多 而是怎么样 我用一些模组 我来除电给晚上用 所以说大家要看到 我们来看到美国 我们来看到这个 投资密码在这里了 对吧 太阳能模组和逆变器的这家公司 EMPH股价最近开始在涨了 倒一样农积股份 它一样是单精细的上中下游整合 所以去年涨过一波 现在又开始涨 所以基本上倒也是涨这个 那通威股份它比较有趣 它是做中下游 又余光一体 什么叫余光一体 有一个名词叫做 余电共生 余菜共生 台湾也有 台湾有嘛 对不对 这边助理有什么 那是这样的 就说为什么 下面虚温 丁桃这个太阳能板 两个概念嘛 第一个 土地贵嘛 所以我在海上 渔海争地嘛 第二个是怎么样 我在海上做太阳能板 比较怎么样 比较省电 因为发电的时候 如果温度越高 会影响我发电的效能 所以大家看到 其实他们就把太阳能板 铺在什么 铺在水面上 所以这一家公司非常厉害 就是怎么样 它做余光一体 就是我们讲的余电共生 但是对不起 它是在下游 所以它没有上游的融机股份赚 所以回到台湾 我们一样以本益比来说 中美金的本益比相对的比较低 然后它的EPS也比较高 比起硕核 所以以硕核来说 它的EPS到达 它的本益比达到达40倍 它的本益比其实相对比较低 所以大家在交易的过程中 其实中美金我认为机会比较多 那大家可以把中美金调出来看 其实最近是怎么样 三大法人开始在买 所以可以先看到 今天的这个外资的部分 跟法人的部分已经开始在买 开始进行常买 对 所以说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 第一个现在太阳能 它不是怎么样 马上赚钱 它是落后补涨 那落后补涨的过程中 你找两个 第一个中油跟上油的部分 它比较偏中上油 那有做什么 有做相关的太阳能的模组 那接下来怎么样 外资有买 有EPS 然后怎么样 本益比低的 我认为中美金大家可以做留意 几节大家观众朋友来关心的是 虽然今年很多公司的股东会延期 但是现在已经来到六月中下旬了 所以股东会 特别是有经营权之争的公司 现在正如火如荼在开打 特别是我们昨天谈到了太风 太风在今天又有新的消息传出来了 太风中立场传出停工 而且要解雇180人 是不是跟昨天谈到 土地要卖有关呢 据说现在市场派吃闷亏 是不是代表市场派现在一面比较小呢 不是这样讲 是有人胡搞瞎搞 所以其实大家现在都在防疫 然后谁在开股东会 本来今天六月十七号 是 是太风今年的股东会 那本来是有很多事情要厮杀的 结果呢 结果现在传出来是说 最重要的经济一母 就是这个中立场卖掉 而且官场裁员 其实他这整个的做法 就跟当时我们在看到 那个大同的 这个经营权争夺战是一样的 而且呢 好巧不巧 这两个案子呢 都是同一个幕后的军师 就是当时呢 你知道因为当时林郭不是 火烧圆明园吗 然后用七伤权 然后把那个自己家里头的财产 就是把屋顶都拆了 然后去砸市场派 结果现在呢 太风的做法跟林郭文艳 当时在 护手大同精英权的做法是一样的 而且呢 太风是大同第二啊 对 而且是同一个军师 就是我们讲的吉保教母陈锦璇 为什么 其实他在大同打输之后 他不是就接受媒体访问说 他要退隐江湖了吗 又出来乱 如果不是他又出来乱的话 其实我们也 小股东其实不能够做事说 这太风四万八千个小股东 结果呢 怎么又是陈锦璇 又是陈锦璇 好 其实呢 这次增值最大的 就是中立厂这块土地 那这块土地呢 明明有人出价一百二十几亿 我们昨天又讲了 中阳行一百二十几亿 结果输给了一个 六十二亿的这个卫理士 那这个手法跟当初大头很像吗 很像 也就是说他知道他的精英权 快要失去了 所以现在呢就是用这种欺商权 就是我把土地建价给卖了 所以你知道现在是要提醒 所有的四万多位的 太风的小股东 就是有人正在剥夺你的权益 那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就是 就是把一个公司的精英权 当作是 我老子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且他借卖土地 难怪说市场派是吃门贵 因为市场派现在也不能怎么样 万一就算将来入主了 也被人家借卖了 对 没错 也就是说你想要来拿精英权 对不对 就是冲着这块地 那现在呢是你拿到了 这块地我也见价卖了 我也是空空 这个跟大同当时呢 他这个知道要痛施精英权的时候 不是华印绿能上智 通通都搞下市吗 然后呢一堆债权 然后一堆土地都卖掉 那时候呢包括长安东路卖 土城卖 然后呢大同大楼卖 差点连这个芙蓉大楼 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那个福华饭店旁边那个芙蓉大楼 也差点被他卖掉 那时候是因为市场派开记者会阻止说 这明明是一个可以赚一个股本 两百多亿的案子 你怎么可以贱卖 那这次的这个太风中立场的这个案子 明明是有一百二十几亿的价值 你怎么可以在一个这个 就是这些董监事 这些独立董事 这都是听老板 听董事长的话 你怎么会同意62亿的 然后不同意121亿的 你这些独董在干嘛 那这种做法呢 其实为什么说跟大同一样 其实大同就知道说 你这些董监事乱搞 所以呢当时股东提案 就市场派的股东提案说 我们要撤换独董 其实本来在今天6月17号的股东会上面 是要提议说这些独董都违法乱纪 所以呢要换掉 那你知道吗 这位吉保教母 他又出了一个坏点子 他就是专门搞这种 违背公司治理 胡搞瞎搞的收主意 他出什么收主意你知道吗 他在这个提案后面加说 哎呀除了这个股东提案要解认独董 然后纪就是也后面加说 要委托外部的人来查核说 这些独董好棒棒 这些独董并没有违背职权 那我问你 这个股东会如果通过了 请问要执行前半段还是执行后半段 其实我要特别讲 上市柜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 像这种状况 已经违背了四万八千多位股东的权益了 你尽管会 你就应该要介入 你不能够做事不管 因为这已经是特别背信了 那可不可以像大同那样召开临时股东会呢 本来这个太峰知道说 他们如果在这一次在十月份 假如此股三%以上的大股东 然后看到这样的一个违法乱计 然后如果这个临时股东会准了过了 就跟大同一样 如果准了过了 那这样的话 他的精英权就没了 所以他知道了 他才会在这个土地交易案 你知道吗 他打算说 如果你有本事最快十月份开临股会的话 我九月份完成交易 你知道吗 那这个搜主意会导致整个董事会 整个现在派封的八席董事的 这个董事会呢 违法乱计背信 那这个背信 这个已经会后面官司产生 可是出这个搜主意的 这个吉保教母 你知道连投保中心的董事长邱清廷 都对外公告说 你在大同案的时候 就专门为了精英权 然后你出这种搜主意 这个是违背股东的权益的事情 所以上次他在大同案 后来大同是打败仗 大同后来是打败仗 对 他打败仗 那这一次同样的方法 他那时候大同打败仗的时候 他说他要退隐 问题是现在马苏健的做法 就刚好跟当时邻国文宴的做法 是一样的 就是听他的奥部 然后所有的这些股东会的决策 把这个股东的提案篡改 然后把这个包括土地 先赶快先卖了 让你们市场派进来的时候 两手空空 你开了你股会也两手空空 好 针对于真的说法 我们也希望 太风公司派也要提出他们的说法 我们希望听听两边的说法 那我想投资人 还是会关心股价 所以我们要来问 通常这种经营圈打得非常激烈的公司 股价有没有机会涨 我们来看 今年泰山 吵得很凶的时候 涨了一波 东元吵得很凶的时候 涨了一波 现在太风也吵得很凶 整天登报纸 也涨了一波 还会再涨吗 对 那这个金钱的话都是土地 那我们知道现在 资金的患难 而且原物料的大涨 原物料的大涨 所以通膨起来 所以持有土地的公式 那这些都是跟土地有关嘛 对... 而且这个时间拖得越久的话 这个涨最多 今年以来就是太风 就是周线 对不对 周线涨不少耶 那目前看起来 太风的金钱还会这个持续下去 所以股价应该都还没有表现